作者 欲念无罪 演播 神隐 麦丰的思远 后期 阿明 第五百二十四集 洞房花烛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自来头 一旁的端木俊突然冷笑一声开了口 哼 既然侥幸捡回了一条命 就该夹着尾巴躲起来偷笑 还跑到这里来送死 蓝叶云淡淡地笑笑 我不是来送死的 是来找阿征的 我跟你无话可说 楚寒征的语气比端木俊更加阴冷 而且我说过 我们已经是敌人 不死不休 你既然主动找上门来 那就别怪我下手更无情了 拿命来吧 话音未落 他以脚尖点地急飞而至 一只手狠狠地扣向了蓝叶云的咽喉 漆黑而尖利的指甲上 闪烁着阴冷的光芒 仿佛死神的利爪 恨不得立刻将蓝叶云置于死地 既然说了不是来送死 蓝叶云当然不会束手待毙 立刻双臂一盏向后击退 不要急着杀我 阿征 我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呢 说了跟你无话可说 楚寒征一声力斥 速度骤然提升 等我送你下了地狱 你有话 去跟阎王说吧 蓝叶云抿了抿唇 同样加快速度向后击退 不知不觉间 两人已经距离端木俊老远 不知为何 陡然意识到似乎有些不对劲 端木俊立刻大手一挥 追 别让蓝叶云跑了 怎么越看越觉得 蓝叶云不像是要跟楚寒征交手 反而是故意将他引开 难道他有什么阴谋诡计吗 丫头可别上了他的当 现在正是借助丫头的力量最关键的时刻 他可不能出任何差错 正是因为太过急于置蓝叶云于死地 再加上之前两人几次交手 蓝叶云都落于下风 甚至连命都差点搭上 一时之间 楚寒征倒并没有意识到不对劲 一路脊椎而去 看着他因为被黑化 而满是利器的脸 蓝叶云不由心中暗叹 阿征 无论如何 我一定要把你找回来 不管付出任何代价 咬了咬牙 他突然停住脚步 楚寒征当然也跟着停下 却不自觉地眉头一皱 萨罗白塔 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蓝叶云微笑 笑容温和 当然是为了找回原本的你 这就是原本的我 不必白费功夫 显然已经再也不想听到这样的话 楚寒征陡然一声吏齿 眼中刹那间竟然绿芒闪烁 别以为有萧揽月撑腰 我就怕了你 他若不来 我杀你一个 他若来了 我杀你们一双 吃 尖锐的破空声陡然响起 五道黑芒已经自他的右手指尖 急射而出 蓝叶云飞身而起 在躲过黑芒的同时 突然浑身一震 便见一团耀眼的金光 陡然自他的周身爆裂开来 下一刻 只听扑拉拉一阵轻响 楚寒征便万分惊议地发现 他的眼前居然出现了一只凤 如假包换的凤 是的 一只凤 从头到脚 从上到下 真真正正的凤 原来 蓝叶云竟然也能幻化真身 成为凤凰神了 这一幕 令楚寒征无比惊议 眼中竟然不自觉地 浮现出了一丝淡淡的慌乱 原本的蓝叶云就极难对付 他不过是仗着已经成为凤凰神 才屡次占据上风 现在蓝叶云也能幻化出真身 实力岂非与他更加不相上下 再加上萧揽月在一旁相助 他岂不是更加如虎天意 便在此时 半空中的蓝叶云口中 突然发出了一声清亮的提鸣 跟着俯冲而下 一直地冲着楚寒征而来 阳光下他的围语上折射出 璀璨华美的金色光芒 散发着无与伦比的王者气势 是的 这才是真正的王者 那份雍容华贵 就算端木俊的实力 再提升十倍 都是绝对模仿不来的 眼看着这只熬翔九天的凤 越逼越近 楚寒征当然不可能束手待毙 立刻咬牙一声冷哼 也要幻化出真身 与他一较高下 谁知就在此时 他却突然感到浑身一紧 所有的灵力竟在刹那间全部凝制 再也动不了分毫 大惊之下 他还来不及有任何反应 蓝叶云已经震驰飞到了他的面前 右侧的羽翼紧紧地将他搂在了怀中 跟着震动左翼直飞而起 尽管此时已经动弹不得 楚寒征却恼怒万分地一声尖叫 放开我 你要干什么 一边直飞而起 蓝叶云一边柔声回答 不是说过了吗 我要把你找回来 尽管此刻已经幻化出了真身 蓝叶云却仍然可以正常地发出人声 若不是楚寒征也已经成了凤凰神 这略有些诡异的情景 还真是不太容易接受呢 我不要听这些 楚寒征依然尖叫 只不过除此之外 他以什么都做不了 还有 你对我做了什么 为什么我幻化不出真身 蓝叶云微笑 放心吧 没事的 的确没事 因为楚寒征方才之所以感到浑身灵力凝质 只不过是因为 他在看到蓝叶云幻化出真身的一瞬间 太过震惊 这才给了蓝叶云可乘之机 用凤凰神的神力 暂时封了他的灵力而已 说话之间 蓝叶云已经飞到了高空 并从萨罗白塔的其中一个窗口飞了进去 小心地将楚寒征放在床上 蓝叶云后退几步恢复了人形 脸上的笑容依然温柔 阿正 今天这里 就是我们的洞房 其实楚寒征刚要破口大骂 一听这话 张开的嘴好久不曾合上 连接下来要骂些什么 都有些忘了 你 你说什么 蓝叶云淡淡地笑笑 并不曾急着开口 目光却往四周转了一圈 本能地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楚寒征这才惊异地发现 周围居然一片火红 一眼看去 的确是如假包换的洞房 简直比当日蓝叶云在宁王府内准备的那个洞房 还要奢华尊贵 绝对是按照凤王与皇后大婚的规格来准备的 可 可这里是萨罗白塔 怎么会突然跑出了个洞房 好不容易才将目光重新转回蓝叶云的脸上 楚寒征的眼中 已经浮现出浓烈的警惕 你 你要搞什么鬼 我跟你动的什么房 告诉你 我要嫁的人 只能是郡 错 你要嫁的人只能是我 蓝叶云柔声打断了他 笑得虽然一如既往的温柔 但仔细一瞧就会发现 他眼底的绝望和悲伤 是那么的浓烈 几乎就要掩饰不住了 阿政 今晚就是我们的洞房花烛之夜 过了今夜 你就会明白一切的 说着他双掌一击 随着啪的一声传出 房门已经被人推开 玉宁某面色凝重地走了进来 手上托着一个托盘 宁某伺候皇后 沐浴更衣 蓝叶云点了点头 我先出去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温柔面色减的